原住民風味的酸辣湯冰冰涼涼又嗆又辣 顛覆一般人對酸辣湯的想像 特別可以再吃一個嗎 顛覆認知的冰涼酸辣口感 做法超簡單 阿買祖野菜集這本書的作者 王力美老師 將辣椒與刺蔥入鍋熬煮 起鍋前再加點鹽 放涼後裝罐冷藏 幾天後就是酸酸辣辣的冰涼酸辣湯 是原民朋友記憶中的好滋味 筍子跟辣椒其實就是當季季節裡面 很搭的兩個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煮成一鍋 然後那一鍋水呢 我就沒有動它 我就那一整鍋就放著 放到它後來就上面有一層白白的 然後那個湯就非常非常的酸 可以放越酸越好喝 你不要再把它加熱 其實我們就是滾過那一次 就是吃這樣子涼涼的 冰冰涼涼酸酸辣辣的很好吃 夏天非常搭的一個食物 好吃的秘訣就是新鮮野菜 利用當季盛產的野菜 還可以製作酵母 進而釀製小米酒 雞石藤 紫蘇 然後這個九層塔 那個就是柚子的葉子 然後大概就是七里香 再來就是艾草 多種野菜香料如何製作成酒麴呢 倒成汁或者是煮成水 再跟糯米粉 它要發酵 所以它的工序是蠻多的 經過複雜工序的酒麴 就是這兩顆小圓球 這是五斤的米 這是三斤的米 這兩顆酒麴呢 它還有分 我有分替區 這個是泰瑪里 就是排灣族用的那個酒麴 所以他們的香料的配方 又會跟我們阿美族的不一樣 這是我們部落的 老師說不同的酒麴 釀製出來的小米酒 各自有風味 這也是野菜的魔力 接下來把糯米 礦泉水或煮過的水 以及酒麴 以比例放到罐子內 三天後就可以品嘗小米酒囉 用我們的酒麴 然後再來我們的香料 它釀出來的酒 就是每一個人釀出來的酒 都是會不一樣的 連續第二年 推動野菜文化的課程 藉用社區大學 以實際的行動 展現永續環境的理念 阿美族應該是我所認識 全台灣的最會吃 然後也最懂得 利用野菜的族群 那我想野菜 在整個永續低碳的 一個環境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就是老天爺的菜園 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黃老師 那這樣的一個教學 讓民眾認識你周遭的野菜 進而對野菜文化的料理 那甚至包括野菜文化的富裕 甚至能夠在基隆打造 非常非常豐富的野菜的一個創意料理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整個推動野菜文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也希望透過更多人的參與 來認識我們阿美族的一個部落文化 那當然也認識我們周遭的野菜的一個飲食文化 更多的認識的原住民 利用身邊的所看得到的植物 可以做出美味的料理 這是一種跟大自然和平生活的 一種很美好的方式 透過這個創新的工作方 基隆社區大學成功將傳統文化 環境教育和烹飪技巧融為一體 為學員提供了一個全面而深入的學習體驗 進而推廣台灣原住民文化 和可持續性發展的理念 野菜文化在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謝謝